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古池强会前游人如知 周边商家在营行走的才神爷 这盛事果然如你所愿哪 肖战古池巨服首会拆架之后果然游人如知啊 网红、粉丝、路人等 大家纷纷跑来打卡 那叫一个热闹 我们还看到了著名歌手主持人袁承杰的身影 被拍到之后他大方的说是来看肖战的 周边的商家可是乐疯了 再次喜迎才神爷肖战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来古池肖战首会强打卡的朋友们可都是自发的 肖战的热度和关注度真的是肉眼可见呀 什么是巨星 就是本人不需要出现 哪怕一张广告牌 一张海报都可以引发巨大的关注和讨论 肖战实实在在把巨星两个字具象化了 时尚圈的五月份是属于肖战的 前有个高奢品牌巨服海报大屏轮番上阵 大屏海报被网红博主盛大打卡 大火出圈 现有各路人马奔赴古池巨服涂鸦墙和影流念 肖战的国民度不需要语言来描述 更不需要营销号搞热度 带节奏 肖战就是流量 肖战就是热度 记得肖战首次登涂鸦墙 就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很多周边商家就表示涂鸦展出的那段日子 店内天天爆满 大家都是来看肖战的 促进消费 拉动内需 只要肖战一幅海报 甚至很多商家表示直接入坑肖战了 真是财神爷实体化了 后来涂鸦墙周边的商家看到古池再一次手绘了肖战 那是激动的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了 这一次手绘完毕拆架子 还有商家还进行了现场直播 真是开心的见牙不见眼的 他还现场逮到了前来打卡的著名歌手袁成杰 上海现实打卡地标肖战巨服 手绘涂鸦墙开始正式营业了 古池这波赢麻了 赚翻了 很多朋友们表示已经在去上海的路上了 有网友开玩笑的对该商家喊话 说你家门口24小时监控请看好 有身高183.6路过的请 及时提醒我一下 不知道肖战本人看到5月份 自己的广大平和手绘成为潮流单品大火出圈 是什么样的感觉 是不是本人也有再次前来打卡的冲动呢 坐等各路大神打卡晒图了 肖战世界名画2.0拆架子了 又一波打卡热潮即将来袭 快来看 快来看 肖战世界名画2.0拆架子了 又一波打卡热潮即将来袭 再次为肖战制作的巨服手绘墙 今天正式营业了 上海的小飞侠们有福了 赶紧去打卡吧 晚了可要排队啊 很多网友已经现场直播整个拆架子的过程了 全部拆要之后 效果真的是很震撼的 这幅手绘作品从搭架子开始一直到完工 可以说都在网友的监工之下 每一天都有去打卡的粉丝和路人 甚至每天还有很多网友在网上云监工 看着这幅手绘作品一笔一笔的完成 还真是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不得不感慨画师们高超的话计 相比上一幅剧幅手绘 这一次更为逼真 肖战的每一个头发丝 每一根睫毛 都生动逼真 唯妙唯笑 仿佛下一刻肖战就要从墙上走下来一样 透过架子我们都能看到 这次画作的精心 完全拆除之后 产生了更为震撼人心的效果 网友评论说肖战这等美貌值就应该放大 放大再放大 细细欣赏 360度没有死角的帅 肖战真的是越放大越好看 天生一张大荧幕脸 上次的没有打到卡的朋友们 这次可不要再错过了 这幅剧幅手绘和旁边的Gucci大屏广告相互映衬 真的是巨星开启盛世美好时代的感觉 很多人都表示好羡慕上海的小飞侠们 还有很多人表示 希望自己的城市也能有这样的福利 这就是巨星的牌面核阵仗吧 全球共五块的巨幅涂鸦墙 肖战是唯一上榜的明星 且一上就是两次 牌面真的是拉得满满的 2024年时尚圈的五月是属于肖战和古池的 成为潮流单品的肖战的巨幅广告牌 唯妙唯笑的古池巨幅涂鸦 都充分展示了肖战独特的时尚魅力和巨星的影响力 相信此刻更开心的是周边的商家 这坡天的富贵又来了 很多网友比较关心的是肖战能不能再一次来打卡呢 大家说如果肖战确定来的话 大家是可以打个地铺排队等的 如果肖战确定去的话 请把第二给我留一个 跨界、艺术、影响力Gucci与肖战的全球名画之旅 肖战,作为当代娱乐圈的璀璨之星 其形象不仅限于影视作品中的角色 更跨越界限 成为了艺术与时尚交融的新象征 而这一次 Gucci为肖战打造的世界名画2.0 无疑是这一跨界合作的巅峰之作 也是对肖战国际影响力的一次华丽展示 自2021年起 肖战与Gucci的合作便悄然拉开序幕 四年来 这段关系从最初的火花碰撞 逐步深化为一场关于美帝深度对话 Gucci以其独特的设计语言和对创新的不懈追求 与肖战的艺术气质和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不谋而合 此次世界名画2.0的诞生 不仅是对这段合作关系的致敬 更是对肖战个人魅力及全球影响力的肯定 肖战的形象 在艺术家的笔下 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与意义 不同于以往的广告大片 这次的作品更像是一件精心策划的艺术展览 每一块广告牌都仿佛是博物馆的墙面 展示着这位时代偶像的风采 肖战的肖像 无论是眼神中的深邃 还是微笑中的温暖 都被细腻地捕捉并放大 让观者在都市的喧嚣中 也能感受到一份静谧与力量 这种将流行文化与高雅艺术融合的尝试 无疑打破了传统的界限 展现了时尚品牌与公众人物合作的无限可能 这场视觉盛宴的规模之宏大 几乎前所未见 从亚洲的繁华都市到欧洲的历史名城 再到美洲的摩登街区 世界名画2.0的身影无处不在 185家触得的广铺设 覆盖全球41个城市 超过80个核心商圈 以及约200块大屏的滚动播放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肖战影响力的真实写照 Gucci通过这种方式 不仅是在向世界宣告肖战作为品牌大使的地位 更是在向世界展示中国艺人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输出的力量 肖战与Gucci的合作 超越了简单的商业合作范畴 它是一次成功的文化输出案例 在世界各地 人们因为肖战的形象而聚集 打卡拍照 分享至社交媒体 无形中促进了文化交流与理解 肖战作为中国新一代青年的代表 其积极向上 勇于探索的形象 伴随着Gucci的全球推广 成为了中国软实力的生动体现 这不仅仅是对个人魅力的认可 更是对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和国际地位提升的有利证明 世界名画2.0 不仅是肖战个人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 也是Gucci乃至整个时尚界的一次大胆尝试 它不仅展现了艺术与商业的完美结合 更深层次的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个体与品牌如何共同创造文化价值 推动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 肖战与Gucci的五年告白 不仅是一段美好的合作旅程 更是一次关于美的探索 关于文化自信的宣言 以及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期许 在全球化的今天 这样的故事无疑激励着更多人去追寻梦想 勇敢表达自我 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与时代的桥梁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